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中共中央旧址是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23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 是解放全中国前夕党中央设在农村的最后一个指挥所 在这里我们一起接受一次心灵的洗礼 1948年5月 毛泽东 周恩来 任碧石等和中共中央机关 从陕北辗转来到西柏坡村 在这里五大书记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 辽省 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 滴滴答答的电报声中 我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三大战役的震撼 周总理曾经风趣地说 我们一不发人 二不发枪 三不发梁 只是往前线发电报就把敌人打败了 西柏坡是破坏新中国红尾蓝图的地方 在这里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 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 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 九天的会议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明了道路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 谨慎 不骄不躁的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也是在这里 毛泽东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尊尊教导 1949年3月23日 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了西柏坡 离开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由此往北 进京赶考 西柏坡也有了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美誉 1958年修建港南水库时 中共中央大院被拆迁 现在的中共中央旧址大院 是1971年在原址北面山坡上按原布局 利用原房屋构建等复原修建的 毛泽东旧居 中央军委作战室 中央机关食堂 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会议就职 新华社办公室 防空洞 这里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艰苦朴素 一心为民的革命作风